这两个人在这鬼鬼祟祟的干嘛 等等 他们手里拿的该不会是毒品吧 这两个人好像也是正被痛击的大毒箱 我好像撞到枪口了 快跑 徐总 那个小妹妹看到了 我们交易的全过程 要不要把她 那必须的陈总 小妹妹 既然你全看到了 那就别怪我 不留活口了 呀 奇怪 都下午六点了 妹妹怎么还没回来 张姐 怎么吃个时间来电话 喂 张姐 怎么了 小棠 赶紧来警局一场 有重要的事跟你说 好的张姐 张姐 什么事呀 小棠你来了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那我就直说了 许义 二十六岁 樱花是最大毒箱 运毒十万吨以上 给市民带来极大破坏 经过调查 许义喜欢玩女人 每天都会抓十五到四十岁的女性 为此我们派了许多卧底女警 但都有去无悔 她们一定在那里受尽了折磨 对了 小棠 还有件事要告诉你 张姐是什么事 小棠 由于你妹妹放学后 无意间看到 许义和另一个大毒销毒品交易全过程 所以被许义抓起来折磨致死了 她的尸体 现在就在旁边 什么 妹妹 我的妹妹 妹妹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连你都没了 我该怎么办 哎 我们局里的女警越来越少了 现在该怎么办呢 局长 让我去吧 你确定吗 这个任务十分危险 我确定 局长 你就让她去吧 小棠真的很优秀 这五年来 她帮我们抓获了多个毒销 每次任务都能圆满完成 好 明天许义应该又会抓女人 到时候我送你过去 是 局长 为了国家 社会的安全 以及为我的妹妹报仇 这次任务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对了 我和妹妹是双胞胎姐妹 念得让许音那个家伙怀疑 我还是乔装打扮一下吧 先戴个美瞳 在整个新下行 好了 打工告成 许义 你给我等着 老大 这些女人都是好货 包你满意 嗯 我甚至满意 你退下吧 这身材 这颜值 真不错 行了 你们所有人都去牢房 你好 大姐姐 你真好看 谢谢夸奖 小妹妹 你也是 你几岁了 我十五岁 OS 什么 才十五 未成年 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我妈说 我就是个累赘 赔钱货 一点都不如我弟弟 所以把我送到这里来了 也对 像我这种赔钱货 只有这种地方 才是我的归宿 OS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重蓝轻语 真无语 红色衣服的出来 我 我妈 好 好的 OS 这个小妹妹 几个被叫走了 她不会出什么事吧 OS 这不是刚才那个小妹妹 她怎么被折磨成这样了 真服了 这个缉毒警不管用什么方法 连嘴都撬不开 OS 缉毒警 难道 OS 那不是老龟吗 难怪自从两年前 她去寻衣那里 坐卧底就没有力讯了 原来是被发现了 过来干嘛 你想越狱吗 我没有那个意思 只是过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今天我一定要让你张口 让我试试吧 你要试 他们嘴巴都很严淡 我试试怎么知道呢 行 那你来 你要是审不出什么 后果自负 OS 很好 那就让你彻底相信我吧 我都说了 不管你们怎么言行逼宫 我是不会说的 我劝你赶紧实话实说 不然我就 OS 这 这是 老龟 你真的要去许一那里 对呀 这是我的任务 那好吧 不过如果我也去那坐卧底 我们怎么相认呢 我们不是有缉毒警专属暗号吗 不不不 我们是闺蜜 要与众不同 不如我们的暗号就定为 走 不要啊 好啊 这个暗号我甚至满意 老龟 一路顺风 一定要平安回来 好 我会的 OS 老龟 是你 OS 老龟应该能懂我的意思吧 OS 我倒要看看 你能审许个什么来 OS 如果像卧底索要情报这种情况 可以告诉他假的情报 哦 不要啊 我说我什么都说 算你实相 OS 老龟是我呀 你好吗 OS 我很好 老龟再次见到你 我很高兴 这就是所有情报了 OS OS 这 这么轻松 震惊我一万年 看见没 这就是姐的实力 OS 这个女人 有点实力 但还不能完全相信 好 很好 以后你就留在我身边工作吧 OS 实意这个家伙心思整理 光评审问这一咖是不能让他完全相信我的 是 老大 你叫什么名字 苏婉堂 苏 婉 堂 真是个好名字 多谢老大夸奖 OS 也不知道昨天 那个苏婉堂 是什么来头 居然这么轻松就审出来了 正好 老里还有一个情 到时候 带他过去验证一下就知道了 苏婉堂 过来一下 老大 我来了 什么事 老大 你要干嘛 带你去审问 来吧 你不是很会审吗 把这个人 也给我审出来 OS 这 这是 许一 你又是来审论的吧 我告诉你 我一个字都不会说 有本事你杀了我呀 还留着我干嘛 口气还挺大 你真以为我不敢掐你吗 OS 不好 OS 不行 如果我现在过去的话 我给卧底深圳会暴露的 那前面做的这一切不等于公分 会 泽 真是嘴硬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到底说不说 许一 你这个作与多端的大毒小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再告诉你最后一次 我 不 会 说 喝 真是反了你了 看来要给你点惩罚了 OS 对 惩罚 对了 如果想彻底取得他的信任的话 看来我只能 对不住了 这位同志 老大 何必让在这种闭口不谈的人 身上浪费时间 不如直接把他了结了呢 OS 我还没说呢 就自己主动要求了 正好 好啊 正好我也累了 不如你来帮我解决他吧 来吧 开始你的表演 好的呢 老大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小妹妹 既然你这么不愿意交代 那就永远闭嘴吧 只要惹到我和老大的 都得死 OS 很好 不亏是我选出来的好婊子 苏晚棠肯定不是卧底警察 下这么狠的手 干得很好 苏晚棠 以后你就当我的天生助理吧 是 老大 苏晚棠 我的货到了 等一下你跟我一起去取 好的老大 OS 喝喝的 他的货肯定是毒品 这个可恶的毒箱 就在这里了 你先去帮我清点一下 是不是一百箱 好的 1 2 3 4 5 OS 这个许一 你自己不数 非要让我帮他数 真服了 6 7 8 OS 他数东西 怎么能这么可爱 不对 我可是大毒箱 怎么能有这么奇怪的想法 A few moments later 老大 我数完了 正好一百个 好 你一个女孩子 不适合搬重物 搬箱子的事 我来干 你在旁边看着就好 啊 好 好的 OS 他今天怎么了 按照局长给我的简历上 他不是冷酷无情 不会主动关心任何人的吗 搬完了 我们走吧 好的 受不了了 肚子好痛 好想啊 是 现在飞奔回去 迟早就飞天了 仓库旁边有个厕所 我去上一下 你等我 好吧 老大 你快去快回 好好好 吓死我了 属于 谁让你做那么多坏事 这下好了 老保一额吧 小美女啊 既然你这么不吃敬酒 吃罚酒 可就别怪我了 OS 我本来是不想伤害普通市民的 可这个色狼这么不知悔感 必须让他见识下 激赌警察的力气 外面什么声音 正好徐也拉完了 试试看看 喂 谁给你的胆子 动我的女人 你不是大毒消许义 喝 既然发现了我的行踪 那就别想走了 你干什么 他只是普通市民 这你不用管 还有我什么时候成你女人了 别误会 我只是为了救你 两天之后 部教总部 收到请回答 这里是114514号 收到 114514号 你那边什么情况 唯一取得 许一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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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就可以彻底收网了 还有 许一在两小时前 击毙了一位普通市民 原因是发现了她的行踪 请你们尽快过来查看 好的 114514号 你也要注意安全 我会的 请你们放心 各位市民晚上好 这里是樱花新闻 昨日 警方在XX仓库门口发现 一具被击毙的尸体 据说是大毒小许一 因被发现行踪 而击毙此人 所以各位市民也仅在保护好 自己安全的前提下 帮助警方抓获大毒小许一 要功劳者悬上10万元 我是毛管家 下期统一时间再见 则 这些警察真是烦人 事到如今 还想是抓获我 老大 别生气 喝口可乐 消消气 OS 这个雪姨 自己干了话是不成 可居然还要安抚他 真无意 真是多管闲事 对了 苏婉堂 如果昨天我不救你 你是不是 要跟着那色狼跑了 老大 我没有那个意思 是那个色狼死按着我 哦 是吗 女人 你以后只能在我身边 OS 好的老大 OS 毒品交易吗 抓人的机会来了 老大我来了 想必这位就是苏小姐了 合作愉快 嗯 合作愉快 OS 愉快你吗 等一下就把你们全部都补了 顾教总部 收到请回答 这里是114514号 收到 114514号 有情况了吗 有情况 今天下午将会在XX地点进行毒品交易 请你们尽快拍出人手 好的 我今天们动作快 别被发现 好了 站住 你们被 请跟我们走一趟 114514号 我们已将这些毒品全部带走 不过许易这个谨慎多疑的家伙 肯定会怀疑到你头上 也请你务必小心 好的 我知道了 老大 不好了 陈渊还有其他毒贩全被警察抓走了 除了苏小姐侥幸逃脱 什么 怎么会 老大 该不会是苏小姐她 OS 苏婉堂 是你吗 现在赶紧把苏婉堂叫来 是 老大 老大 请说您找我 OS 怎么办 许易真的怀疑我了 苏婉堂 你来了 喝几杯吧 啊 可是老大 我不会喝酒 来都来了 喝几杯吧 好吧 OS 免得让她怀疑我 只能喝了 我 我还能喝 再 再给我点 OS 她喝醉酒 怎么也这么可爱 对了 不如趁她的醉意问问她 苏婉堂 我不相信是你 苏婉堂 你来我身边的目的是什么 嘿嘿 当然是为了保护你呀 OS 什么 保护我 我这么做了错端 第一次见 有人要保护我 突 就凭你这个瘦小的小丫头骗子 你能保护我 哼 看不起谁呢 我当然可以啦 在我很小的时候 父亲出意外去世了 母亲因为伤心过度自杀了 只留下我和我妹相遇为命 我这个当姐姐的 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还要照顾妹妹 前段时间 她无辜的被人杀害 只剩我一个 哈哈 我很惨 对吧 OS 什么 她的身世这么悲惨吗 或许我不该问这些的 嗨 苏婉堂 你走吧 我怎么在床上 昨天发生了什么 苏婉堂啊 苏婉堂 你不会喝酒就别喝了 你看看你昨天都胡说了些什么 尴尬死了 哟 醒了 这房子 这房子怎么样 什么 虽然 看我喝酒就别喝了个老板 下来 你再试试 学的还挺快吗 不错 Oi 那当然 我本来就会 女人 我都叫你枪了 你是不是该回报我点什么 回报什么 和我身边的 看自ément的眼神 你 你干嘛 苏婉堂 我喜欢你 做我女朋友吧 和我永远在一起 老大喊苏小姐简直就是狼才女貌 真没想到许一这么快就上高了 再等一段时间 女儿就能彻底收网了 妹妹 姐姐说过 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我宣布下周三 我将要和我的夫人举行婚礼 我去 怕咱们都忙败嘛 我一定要结婚呢 这个婚礼我一定要去 老大的婚礼 你又很生大 喂 下周三嘛 到时候是个不习的好机会 等会儿就去汇报给总部 部教总部 收到请回答 这里是114514号 收到114514号 怎么样 是不是有新线索了 许一目前已经完全信任我 把我当作她的女友了 她将会在下周三举行婚礼 你们到时候安排人手进行突袭 把他们的老巢阴网打尽 好的 114514号 呦 夫人这么着急 在干嘛呢 没干什么 OS 她刚不会听到了吧 小堂堂 我们下午去外面过 二人世界吧 好不好 OS 她这么主动 连小堂堂都叫上了 真我气 答应我吧 行 行吧 我就知道 小堂堂最好了 等我去乔装打扮一下 刺激了 快穿发霉了 哈哈哈哈哈哈 A few moments later 哇 哇 还是这个风格符合我 啊 老婆 哥穿的帅不帅 帅 太帅了 OF 假装夸夸套 穿的这么容易 收饭都看我出来了 哈哈哈哈 那我们走吧 好 我是对的 看自己 当自己眼神 也不像自己心里的爸爸 I know that love is truly happy 下来吧 OK 你稍等 偷偷看你对谁 放电 奇怪的天天 OF 欠老婆的手 真不错 OF 这几义 怎么到哪都牵着我的手 真爱 像个太好 不容易相信我 必须忍着 老板 冰淇淋怎么卖 五元一个 情侣可以半价哦 那给我老婆买一个 老公 你不吃吗 我不喜欢吃 主要是给你买的 好吧 好的 先生请结账 老婆 好吃吗 好吃 既然吃完了 我们去玩其他项目吧 劝能 老婆 我想跟你说个事 你说吧 我许易正式宣布 今天我要正式告一次白 苏婉棠 我喜欢你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这巧克力 是我的一点心意 OS 不爱祖国 杀了我妹 还妄想成为我男朋友 假装同意吧 我愿意 我愿意 OS 这许易真的哦 不行了 我快了 老婆 你怎么了 小傻瓜 睡觉也这么可爱 我怎么瞬移到这儿了 我坚强的不被你发现 小傻瓜 没想到你酒量不紧差 熬夜也不行啊 昨天还是哥把你抱回来的 哥可真帅 快夸哥 哟 我才不是小傻瓜呢 你个谱姓男 过了这么久 老大和苏小姐终于结婚了 可真激动啊 好了 全唱苏精 系先生 你是否愿意 加给苏小姐 我十分愿意 那苏小姐 你是否愿意 加给系先生 我愿意 OK 愿意个头 等会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现在请两位金钱的请问吧 我为什么不怕 在这里 我不是女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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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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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婉唐 对不起 一句对不起有用吗 一句对不起我妹就能回来了吗 许一 你不会以为自己很深情吧 你就是在自作多情 我告诉你 毒 香 不配 拥 有 爱 情 对不起 我会自首的 所以你们怎么处置 许一这么倔强的人居然会自首 真稀奇 徐一位运毒十万吨以上 以及残害缉毒警察被判了死刑 但她 似乎并不后悔 婉唐 我对不起你 如果有下辈子 我不想再做毒枭了 我想以一个正常身份 跟你幸福的生活 妹妹 姐姐替你报仇了 我很多时候在想 报完仇之后要不要陪你一起死 因为在这个世上 我已经没有别的亲人了 但我是基督警察 我还要继续为国家 为社会 为人民 做贡献 所以妹妹 即使你们都不在了 我会替你们好好活下去 妹妹 姐姐有时间还会来看你的 好了 家人们 这部剧到这里就打结局了 这部剧主要是为了倔敬基督警察